又是滑板秘境探險 來到這個不是長沙環的廣場 如果沒有錯的話 附近應該有幾個位置可以踩板 現在是晚上十點半左右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時間 下午的長沙環、荔枝角、人山岩海 晚上就看看 下午的長沙環 沒錯,我所指的秘境 就是這個公園旁邊的長沙環境 晚上十點幾 沒有人 旁邊的公園有條很長的路 我先測試這個行人道 地下專地 我在用70毫米的一輪 但是你聽到都比較吵 比較鎮的 哇,有些隨緣幣啊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 叫天不應叫地不明的地方 對上呢 就商業大廈 這個中數呢 就沒有人的 這裡的隔民居呢 都幾遠的 最近呢 都過了馬路了 對面的四小龍 但是我相信呢 這個滑板聲呢 怎麼都吵不 都會上去的 如果你要踩長板呢 長沙環境呢 都勉強的 不過 比較堅妥 粗特些 其他 如果你小過六 小過70mm 我就不行了 我現在進去 康文回來 我們會進去那條斯嘉路 那裡 淡一淡 好嗎 算不算是深水埗運動場回來呢 我想是吧 它這裡呢 其實是沒有寫的 你看到J J那個位呢 中間一條勁的 看看這條勁的 有人跑步 有SPEED RAM SPEED RAM 是不是一個大問題呢 可能是 可能是 看看你怎麼玩 試一試 三個 三個 對 這種人 這樣子 有 怎麼啦 有些人 有些不夠 我們看到康民地方 右邊是康民處 左邊都是康民處 中間這條路似乎開放給人 不是,是斯嘉駱 外面有個牌寫著很大的斯嘉駱 這裡夠不夠呢? 問問吧,做一個trick 做一個trick就是到speedbump 這些都是特地拿來擋車也好 擋板也好 不論是地的質素也好 你看看都是日舊的質素 可以留在一塊塊塊 那些坑也好 大大個洞 這些坑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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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坑也好古舊 這裏看上去好像都可以 但實際踩上去呢 我真的覺得不太好 好不過這個球場 好了 那 這次的探險就差不多了 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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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